嗨大家好,我是坦皮树 待着一下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4月3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教育 聊一聊鸡娃 这个鸡娃这个词啊 大家不陌生啊 是公鸡的鸡,鸡娃 这个三联生活周刊 前两天看到了一篇文章 文章标题叫 北京中产家庭鸡娃暗战 然后说顶级小学生 简历是怎么来的 他的文章主要是告诉我 有这么一个叫升学链条 或者叫升学逻辑 北京有那么几个高中 实际上就是初中啊 一个叫人大副中 清华副中 北大副中 一二两一中学 首识大副中 等这六个副中啊 他们就更容易啊 有更高的概率 踏入民校大门 什么清华、北大等等啊 那对家长们来说啊 如何让自己的孩子 能进入这六个副中 或者是其他的副中啊 这就成了一个目标 或者叫手段吧 实际上就是要提前布局 在小生初激烈竞赛 挤进这个海淀六强 这就意味着啊 海淀区的小学生 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卷 什么叫卷呢 以往就是考试 比文化课、比成绩 但是随着这个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关比成绩已经不行了 大家开始比拼其他的 所以这个就叫卷 因为评价这些小学生的指标啊 或者叫参考指标 越来越多 而且也是水涨船高 以英语考试为例啊 几年前的是剑桥通用英语第二级 这种证书啊 是小生粗简历的标配 现在已经不行了 现在需要剑桥通用英语第三级 或者是剑桥通用英语第四级 小学生啊 就要达到这个剑桥通用英语第四级 这个已经成为潮流 剑桥通用英语第四级啊 大家可能也知道啊 它对应的是雅思 是什么成绩 相对应的这个英语 奥素啊 这些课外辅导 这种标准化考试之外啊 实际上海淀区这些副中啊 这些小生粗 六小强学校 各个学校招生的侧重点还不太一样 它是有一些差异的 所以往往啊 在这些参与案战的小学生家长里面 他们之间就会留着一些黑话 你比如说六小强 往往是一代号形式出现 什么人大父叫老大 清华父中叫子孝 北大父叫北大父 101中学叫班典狗 十一中学叫国庆 这些只是这个黑话里面的冰山一角 还有很多更专业的 比如说点招 密考 坑班 全部用字母代替 实际上啊 面临着这些家长的 更应该思考一个问题 或者他们正在思考一个问题 或者他们是没有时间 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 自家孩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幽济至上的鸡娃教育 是否适合他 文章说啊 叫谁是海淀妈妈 海淀妈妈一般的代表的就是鸡娃 望子成龙 望女成鳄 这个海淀妈妈 这个词指那些自己本身就是超级学霸 拥有顶级教育资源 本身恐怕是985或者211毕业 甚至是海归 他们为孩子精细规划并严格执行的那类妈妈 这个海淀妈妈是个范城 如果你跟他们打交道 进入他们圈子 你就发现他们也是分层的 分层什么黄庄妈妈 万柳妈妈 实际上啊 以前拼的是小学 小生粗 所以在小学要努力 现在已经战场前移 从教育员开始 因为这些海淀妈妈 兴奋的是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这个起跑线 可以提前设置 可以钳制 这些海淀妈妈 他们风尘仆仆 穿最朴素的行头 抱最贵的辅导班 很多人以为鸡娃呀 就是出钱 给它包班就行了 实际上这完全是不够的 鸡娃分为素鸡 什么叫素鸡呢 就是素质教育为主 还有婚鸡 婚鸡什么意思呢 就以学科学习为主 他们必须要谋划 是班鸡 扩后以上辅导班为主 还是打算以后走国际路线 还是高考路线等等 他们的孩子 从幼儿园开始 往往就是四岁 开始包班 什么编程 什么钢琴 什么篮球 什么羽毛球 跳绳 可以说是安排的满满蛋蛋 从幼儿园一翻学 就被接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上辅导班 在这些海淀妈妈眼里啊 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圈里面 总会出现别人家的牛娃 他们口中啊 别人家的孩子 一般的具备 四三好生 什么七次奥数比赛一登奖 什么通过剑桥英语 CAE考试 钢琴九级 学校大队尾 全国英语演讲冠军等 这些海淀妈妈 目前最大的感受 是考试越来越隐蔽 把孩子们拉到外地考试的情况 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 围绕考试花的钱更多 海淀妈妈们身上的疲惫和焦虑 也加深了 以剑桥英语 等级考试为例 两三年前 教育部统一组织考试的时候 一次报名费只有300 如今机构承接了报名资格 报名费上涨到2000多 这还算是一个很合理的价格 当初报名的时候啊 机构要求必须同时报课 才能获取报名资格 共计花费7000多 你光报考这个剑桥英语考试不行 你必须要报这个辅导班 才能帮你去报名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啊 各大名校的坑儿班 什么叫坑班呢 就是说他辅导你 怎么样上这些海淀的六个中学 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 以确保你在竞争这些需要的入学名额的时候啊 能够遥遥领先 俗称啊 叫占坑儿 你占上这个坑儿 你有很大的概率 就进入这个目标中学 一个坑儿班的费用在万元上下 有的时候啊 尽管花钱报了很多课 时间却多有重复 有些课根本上不了 报名只为多一个考试机会 另外钱完全有可能打了水漂 有时候你不知道这究竟是坑儿班 还是一个坑儿 这些海淀妈妈 很多都是全职妈妈 她的所有的工作 重心就是这孩子 有很多是辞职在家 有很多就根本就没有上班 负责鸡娃 即便有人在上班 那他辅导孩子学习鸡娃 这都是他的第二事业 甚至比他上班更重要 文章的最后啊 说海淀妈妈们像这上万着那上高的孤岛一样 牛娃和普娃不再是客观水平的代名词 而是他者和自我的分野 鸡娃现象啊 不光是在北京的海淀出现 全国各地各个地方都有 海淀因为高校众多 有很多粗众啊 进水楼台先得月 那依附这些粗众的这些小学 甚至妖园 也就早早的参与了这场竞争啊 那北京的西城 北京的什么朝阳 鸡娃也很严重 在西洋 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 这个鸡娃这个现象 聊一聊教育 实际上鸡娃这个事情呢 不仅中国 对吧 东亚啊 甚至美国 欧洲都有鸡娃现象 只是啊 程度不一样 像中国啊 像海淀妈妈这么鸡娃的 恐怕比较奇葩 这么卷的 应该是不多见 鸡娃啊 从正向来说啊 你可以理解这是叫重视教育 中国人呢 实际上历来都重视教育 说起来啊 历史悠久 从这个科举开始 就是科举啊 大家恐怕都知道一些 就是他给这个平民子弟 就给普通人 打破圈层啊 提供了一个梯子 就在科举之前 是靠这个门阀 对吧 这个权贵 家族 谁是豪门望族 那你的子弟就去担官 所以一代一代下来 这个阶层就固化 平民阶层 永远是平民阶层 权贵 永远是权贵 这中间是隔离的 这科举呢 实际上就是打破了 这么一个规律 你平民百姓 你只要愿意考试 对吧 通过科举 一样可以当宰相 那你权贵呢 你要学习不好 恐怕也担不上什么大官 那如果担不上什么大官 这个家族 慢慢的也就衰落了 所以这个 不管科举啊 是宝是贬 是好是坏 但至少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让这个阶层啊 能够流动起来 这就是它流动的效率啊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说有了科举之后啊 咱们中国人啊 不管是中国人 这个整个的儒家文化圈 就更加重视教育 大家不知道这个 最早的学区房概念 我记得啊 前两天媒体报道 北京市海淀区 万流的叫蜂巢家园 蜂巢社区啊 目前的价格 跟它最高价 已经跌掉一半了 根本原因呢 因为那个地方是多校 多区 什么联合画片 简单点说 就是你在那个小区落户 但是不代表 你就能在那附近 上最好的小区 也可能给你画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那个住房 住址啊 不是唯一啊 或者叫它不能确保你 上什么中关增一小 附加在这个小区上面呢 学区的属性啊 就基本上打折了 所以它的价格 目前说降了一半啊 这只是广中溃豹啊 可见一半 最早搞学区房的 最早提出学区房概念的 就是孟子的母亲吧 要么叫孟母三千呢 就为了他孩子上学 或者为了孩子教育 他也不停的搬家 搬家嘛 就是搬到学区 更好的地方 对吧 不管中国有学区房 美国也有学区房 既然教育是应该重视 这个在教育上投入 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 这个小孩的教育 怎么看待未来的教育 怎么看待鸡娃 我个人觉得啊 作为家长 首先知道 对吧 你到底想把孩子 培养着什么样 或者你知不知道 你的孩子 他适合干什么 就是他未来 做什么会更好 实际上家长不知道的 家长是盲目的 家长的想法比较简单 不管你未来干什么 如果你能考上清华 那不是更好吗 不管你未来干什么 如果你能出国 上哈佛 上什么麻省礼物 那你未来会更好 所以说啊 他们就把一切啊 都简化为 考一个名校 或者你换个说法 就是他第一步 你必须先考上个名校 再说以后 这就变成了一个路径 先上名校 对吧 再谈未来 上了个名校 你就更有资格谈未来 连名校都没上 以后机会会很少 等等 千言万语啊 划为一个指标 就是上名校 既然是上名校 是唯一的指标 那怎么上名校呢 就是分 考分 对吧 你比别人多0.5分 你就有机会上名校 所以不管你是素质教育 还是这个教育 还是那个教育 还是什么 学编程 学钢琴 你最终啊 都是要化为高考中的 那个分数 所以咱们叫 为成绩论 为考分 为分数论 因为最终看的是 你那个分数 你比别人多0.1分 你就可以上北大 少那0.1分 你恐怕只能上一个 其他的985 所以作为家长啊 现在应该履清思路 什么思路呢 回忆一下 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 你的父母在教育你的时候 他们在怎么想的 他们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他们怎么定位 或者怎么设计 你未来的要走的路 你的父辈 当年那个时代背景啊 他们能想到的 无非就是 你通过高考 或者中考 你能吃上公粮 吃上国家饭 当个官 只要你考上了 你就脱离了苦海 能干什么 他也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啊 没有什么外企 民企 民营经济不发达 咱们也不是什么世界工厂 所以说 那个时候的父辈啊 对未来 他根本搞不清楚 他只希望你考上大学 考上大学 你恐怕就当官了 那个时候大学生是国家干部 是天之教子啊 事实上呢 绝大部分大学生 也没当什么干部 也不是什么天之教子 毕业之后 就开始找工作 我想啊 这些大学生 现在就跟我差不多大 恐怕跟当初他父辈啊 所期望的完全不一样 你再进一步说啊 到了本世纪初啊 那个时候的父母 在教育孩子 想法跟以前不一样了 希望这个孩子 可以出国 希望这个孩子以后毕业 能进外企 进500强公司 因为那个时候啊 正流行 外企 500强 等等 因为他们意味着 收入高 待遇好 有保障 工作还轻松 全球跑 那个时候鸡娃 更多的恐怕是 希望他能出国 再往后呢 流行 学计算机 编程 所以很多家长 让孩子 抱这个各种各样的 编程班啊 写代码啊 以后啊 毕业了之后 进大厂 什么腾讯 华为 一毕业就有考工作 年薪几十万 说什么意思呢 各个时期的父母们啊 他的眼光 看不了太远 他根本不知道 20年以后 就等到你的孩子 长大 成才以后 毕业以后 那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根据现有的经验 来吧 来推断 未来会怎么样 所以说我们 现在的父母 你根本就不知道 20年以后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不敢想象 所以你只能按照 现在的这个社会 和现在的需求 来培养小孩 那现在呢 给人感觉国企好 公务员好 所以现在 估计培养的孩子啊 以后 等你长大了 毕业了 当个公务员 或者进国企 央企 问题是20年以后 到底还有没有央企 有没有国企 这都是个问题啊 我上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家长 这还叫有见识的家长 没见识的家长 就是糊里糊涂 就知道中地 有见识的家长 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考粮校 那时候学习最好的 第一名第二名 才能上粮校 粮校是个中专呢 毕业之后 就直接进入粮食系统 那时候 大大小小的算个干部 而且是国家工作人员呢 我的同学 因为他爸是老师 所以很有见识 就让他 目标就是上粮校 他的成绩非常好 初中一毕业 就上粮校了 我就上高中了 等到我考上大学 他已经在粮账 粮食系统上班了 等到我大学毕业 他就下岗了 因为粮食系统没有了 如果把他父母 教育他 算作鸡娃的话 这典型就是鸡娃失败 所以说现在的父母 你去鸡娃 你不知道 过了15年以后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人工智能 AI 但15年以后 是不是就是人工智能 AI的天下 谁也不知道 这个社会会会发生什么变化 也说不好 所以你这个时候鸡娃 你就得考虑 怎么鸡 往哪儿鸡 鸡什么 如果千言万语 化作一句话 就是考名校 那现在已经落伍了 我认为 适当的鸡娃是有必要的 敦促孩子好好学习 重视教育 这都不是问题 都应该的 不重视教育 那应该是没什么前途 但是重视教育 看怎么教育 像海淀妈妈这种鸡娃 我认为就是 叫过度投入 因为你是按照现在的模式 拼命的在孩子上下注 不仅占用小孩的时间 消耗家庭的资源 消耗金钱 还消耗大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 或者说就从海淀妈妈本身来说吧 他们是985 211 或甚至是海归 那他们被他父母 鸡完之后 他没有正经上什么班 恐怕也就上个3年5年的 然后生孩子 完了就开始鸡娃 等孩子大学毕业 他差不多过了35 现在过了35 你就找不到工作了 那从他这个人生轨迹来说 他父母鸡他 那就是个失败啊 他父母当初拿钱 投入什么资金 投入精力 帮他上辅导班的时候 给他预设的未来 可不是毕业以后 工作两年 完了就回家带孩子 完了鸡娃 在海淀那 那他本身就是鸡娃的失败 他是个失败的 他再去鸡他的娃 他的娃过20年以后 又是变成个海淀妈妈 又去鸡娃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应该越多 就越来越多的家长 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我认为啊 在这个孩子大学毕业以前 他在校学习期间 无论是从幼儿园 到小学初中 还是高中 还是大学 在校学习期间 最最重要的是 学习 如何学习的能力 实际上就是提高 他的学习能力 而不在乎他学什么 这不能本目倒置 实际上是要教孩子 怎么学习 提高自学能力 第二个呢 就是要教育孩子的 适应能力 就是如何与社会相处 如何与环境相处 如何适应社会 你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美国 还是去澳大利亚 你都面临着一个适应问题 你得适应社会 而不是让社会适应你 因为很少有人能改变社会 那是革命啊 从古到今 能这么做的人不多啊 让社会适应他 这个是去之可处的 绝大部分人啊 都是要适应社会 所以我们应该教会 小孩子啊 如何适应社会 比如他未来的职业 未来能干什么 做什么 什么样的工作 我觉得 只要他具备了适应能力 他也具备了学习能力 那么他未来做什么 他适合做什么 他对什么感兴趣 他就去做什么 以我们自身为例啊 无论你在大学学了什么 你毕业之后 跟你这专业关系都不大 就是70%以上的人 所从事的职业 跟他大学学的 没什么关系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所以说教育孩子 一个是教他适应能力 这个适应能力 说起来容易 实际上这个 要求还挺高 你适应能力强了 你就更容易处理霸凌的问题 对吧 或者更容易解决霸凌的问题 甚至你就遇不到霸凌的事 一个小孩 连学校里这点关系都搞不定 他责任社会 他怎么能适应呢 全社会人都在欺负他 学习能力更不用说了 咱们有句古话 叫活到老学到老 终身学习 你在抱着终身学习的态度 所以你要掌握学习方法 因为你要终身学习 你在这种学校教育期间 最重要的是掌握学习方法 哪怕你上研究生 你跟着导师后面 你还是在掌握学习方法 做研究 做学问的方法 如果在学校教育期间 发现了孩子一些特长 或者他的兴趣 那基于他的兴趣 再去投入 或者再去调整方向 这个比盲目的 去学钢琴要强多了 在北京啊 有那么一段时间 学钢琴成为孩子的标配 管你是不是弹琴的那个料 管你对音乐也没感觉 总之都得去弹琴 而且都要弹到九级 还什么 我记得还有个英皇 那个是多少集啊 完全是浪费啊 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因为绝大部分人 根本就不是搞音乐的料子 海电妈妈 花一百万 去寄娃 把她寄到一个 九八五大学 等到孩子毕业之后 要不了几年 又变成海电妈妈 这里 就不能不说咱们叫 应试教育 唯分数论 改革开放之初啊 因为咱们缺人才 所以那个时候恢复高考 相对的说是五花八门 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对人才需求越来越大 因为我们是世界共产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工程师 是拧螺丝的 是照着标准程序 干活的人 一切都有答案 一切都有程序 你不要思考 你也不用考虑合理不合理 你就照着这个要求干 一切都有规程嘛 都有操作守则 这不就是标准答案嘛 所有的这个规则 这些程序 它都没有第二个答案 你都得这么干 所以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应试教育 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合理的 因为社会就需要这样的人 我们就是工厂 既然都是有标准答案 那就背吧 那就记吧 那就刷题 因为我们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 那大学培养这样的人才 那就合理的 那大学培养这样的人才 那他就招收这样的学生 高考分就得高 就得为成绩论 你分越高 说明你越能符合这个标准答案 你简单理解啊 就是谁能背这些规章制度 谁能够记得住这些流程 谁就是个合格人才 谁会背这个标准答案 谁会写这些标准答案 谁的高考分就高 谁的分就高 谁就最适合去背这些流程程序 就按这个按部就班去做 我们整个的教育啊 说白了就是干这个事 所以我们老是抱怨啊 说中国人创新不行 咱们为什么AI都是美国人的事 所有的高科技都是美国人 咱们就是应用 对吧 把人家搬过来 怎么样用 因为我们教育这么多年 他就干这个事啊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对吧 你是第二大经济体 你现在需要继续上要突破 你的这个生产制造要升级 发展是迭代的嘛 你已经过了原始 或者初级发展阶段 所以教育啊 他要改革 你不能再一批一批的制造 这种工程师 这种被标准答案的人 这种人实际已经被淘汰了 如果你再制造这样的人 那只能会造成大量的失业 造成更多的浪费 他学了也是白学了 走上社会也用不上 就不是家长要转换思想 而是社会而是整个教育 所以说我们喊了多少年呢 打破为分数论 为什么就不能打破呢 因为我们社会需要 现在这个社会 慢慢的已经不需要了 你再在那刷题 考上一个大学 出来没工作 毕业就是失业 好不容易找个工作吧 其实也干不好 因为你学的东西没用 那中国越想在这个科技竞争中 脱颖而出 你这个教育就得改 不能再是以标准答案 为这个教育目的 而是教人怎么去思考 教人怎么去发散 作为家长 应该能够预判 二年以后中国 它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相信二年以后的中国 对拧罗斯的这种需求 对吧 对被标准答案的这种 是越来越少 从目前这个社会发展看 这个需求都已经多样化 既然社会的需求是多样化的 什么需求都有 那你就有提供这些服务的岗位 二年前啊 一毕业就进外企 对吧 一毕业就进什么五百强 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既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二年后 具体的是什么样子 什么工作吃香 什么行业吃香 所以我们只能啊 在它小学的时候 在它初中的时候 更多的是教它 学习的方法 适应能力 这个社会啊 越来越包容 职业选择 越来越广泛 个人的发展 也是越来越广泛 这和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样 现在很多职业 放在二十年前 它就没有 多出来这些职业 实际上就是社会发展 导致的 所以说二十年以后 那中国会出现更多的职业 所以最后啊 我认为这个鸡娃 是有必要的 但是不能鸡过了 鸡娃有必要的地方 是在让它提高 适应能力 让它掌握学习方法 如果有能力 有条件 可以教会它思考 学会从不同的角度 看问题 海淀妈妈 黄庄妈妈 万流妈妈 本质上是鸡娃的牺牲品 好 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了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